科幻类小说黑洞探险家 黑洞探险家在一次星际探险任务中 一组太空探险家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黑洞 他们必须探索这个黑洞的奥秘 才能避免整个星系的毁灭 第一章黑洞的发现 在遥远的星系中 一群太空探险家正在执行一项探索任务 他们已经飞行了数月 终于来到了目的地 在探索的过程中 他们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黑洞 黑洞是一个强大的引力场 吞噬着一切接近它的物质 并且连光都无法逃脱 这个黑洞的大小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他们必须探索这个黑洞的奥秘 才能避免整个星系的毁灭 第二章探索黑洞 为了探索黑洞 太空探险家们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计划 他们首先派出无人探测器 进入黑洞的引力场 测量了它的大小和形状 以及周围的星系 接着 太空探险家们利用先进的科技 建造了一艘特殊的太空船 可以抵挡黑洞的引力场 和强大的辐射 他们穿越了黑洞的事件地平面 进入了黑洞的内部 在黑洞内部 他们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空间 充满了奇异的物质和现象 他们观察了黑洞的核心 发现那里有一个无比强大的物质 被称为奇点 这个奇点是整个黑洞的核心 也是黑洞吞噬所有物质的源头 第三章 黑洞的危险 在探索黑洞的过程中 太空探险家们遭遇了各种危险 他们必须面对强大的引力场和辐射 并且还要防止被黑洞吞噬 在探索的过程中 太空探险家们发现了一个叫做黑洞之门的神秘装置 黑洞之门是一个可以连接两个不同的空间的装置 但是使用黑洞之门的风险非常大 可能会导致整个星系的毁灭 第四章 黑洞之门的启动 为了逃离黑洞的引力 太空探险家们决定启动黑洞之门 使用它来跳跃到另一个空间 他们明白这样做的风险非常高 但是他们也知道这是唯一的逃生方式 太空探险家们开始进行黑洞之门的启动程序 他们必须精确计算 黑洞的引力场和其他物质的位置 才能确保他们能够顺利通过黑洞之门 然而在启动过程中 黑洞开始发生异常 引力场变得更加强大 整个探险队伍被吸入黑洞之中 第五章 逃脱黑洞 在黑洞之门启动失败后 太空探险家们被困在黑洞之中 他们必须寻找一个逃生的方法 否则他们将被黑洞吞噬 他们在黑洞中漂浮了许多时间 终于发现了一个神秘的通道 这个通道似乎通向黑洞的另一端 但是通道内充满了各种危险 例如强烈的引力场和高能辐射 太空探险家们必须小心翼翼地通过这个通道 才能逃脱黑洞的吞噬 最终 太空探险家们成功逃脱了黑洞的引力场 回到了自己的心系 他们带着对黑洞奥秘的深刻认识 汉星的发现回到地球 成为了太空探险的英雄